大家好,我是菲比,欢迎收看108TV,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播报。 来自美国的新闻,参议员多数党领袖麦肯奈尔星期二说,美国选举人投票结束,他恭喜拜登成为总统当选人。 川普总统星期三早上在推特发文,批评麦肯奈尔。 川普总统说,7500万票,创下现任总统得票记录,你太快放弃了,共和党最终必须学会如何战斗。 川普接着也批评保守派媒体福克斯新闻网,批评电视台让民主党人上节目,并接受极端左派的操弄。 川普宣称福克斯新闻网已死,副总统彭斯星期三下午4点主持了白宫新冠病毒工作小组的会议。 与此同时,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FDA周二表示,针对莫德纳及国立卫生研究院开发的疫苗所做的初步分析,已证实了该疫苗的安全性及有效性。 不过,报告中也披露说,有四位自愿受试者在临床试验短期出现了贝尔氏麻痹症。 该病的病症为暂时性的严密肌肉瘫痪和无力。 辉瑞药厂的药苗已经在星期一开始配送给第一线医护人员施打。 根据纽约时报报道,一位在阿拉斯加州的医护人员注射了疫苗之后出现了严重过敏现象。 目前正在医院观察,星期二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白宫发言人麦肯纳尼说, 川普总统目前没有计划接种辉瑞药厂的疫苗,将等到适当时机在白宫医劳团队的建议之后才会适当。 星期三国务院发言人发出声明,蓬佩奥国务卿因为与一位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反应的人员接触, 现在已经进行自我隔离,他也因此没有参加星期三上午川普总统在白宫召开的内阁会议。 自2020年12月1日起,自加拿大搭乘航班赴华的中外籍旅客, 需于登机前两天内,凭在加拿大采样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血清特异性IgM抗体, 检测阴性证明根据领区划分向中国住家领事馆申请带HS或HDC标识的绿色健康码, 此前凭检测证明直接登机的做法不再适用。 第一条实现要求,核酸检测和抗体检测以及生命绿色健康码都要在乘客登机前两天内在加拿大完成, 以采样时间为准,如12月1日接受检测取样,则航班登机时间应不晚于12月3日。 反言之,如航班时间为12月3日,则取样时间应在12月1日之后。 第二条,检测机构。 您可以在加拿大卫生部门认可的任何检测点、医院、药房等机构检测。 由于各地情况不同,两项检测在同一机构办理或分别在不同机构办理都可以。 具体情况应向当地卫生部门了解查询。 请务必提前确认检测机构资质和能满足检测时效要求。 目前,驻加拿大使命馆已确认部分检测机构。 第三条,检测要求。 一,直飞赴华旅客。 从加拿大搭乘直飞航班赴华的人员,包括来家中转乘客, 应在登机前两天内在加拿大卫生部门认可的检测机构完成核酸和血清Igm抗体各一次采样检测。 请注意,由于加拿大各机场无法提供检测, 请加拿大以外的乘客尽可能不要到加拿大转机浮华。 加拿大仍在实施入境限制措施,存在因转机产生的滞留、潜返等风险。 二,前往第三国中转浮华旅客。 考虑到很多国家的中转机场不具备检测条件, 为避免滞留中转地,减少旅途感染风险。 住家使银馆原则上不为自加拿大出发, 经第三国中转浮华的乘客核发绿色安全码, 请大家选择直飞航班浮华。 2024年总统大选,各榜派摩拳擦掌, 派谁出马也备受瞩目, 资深媒体人伟安则针对国民党如何重返执政提出了他的看法。 他认为,未来的国民党党主席要以选民为王, 选票为真,否则2024年还是会煞雨而归。 伟安今天在脸书指出, 明年国民党的党主席选举, 想要参选的人一定要以改革, 党内公平竞争机制为优先, 选民为王,选票为真, 否则2024年还是没机会。 没有执政权,什么大佬小佬, 都要等着排队被宰杀。 这就是政治现实, 2024年国民党将派谁出马? 伟安曾对蓝银鼓励朱侯配, 直言要怎么配? 一,如果是朱正侯父, 侯友宜还不如继续干有实权的新北市长, 他甚至直指2024年。 一,如果是朱正侯父, 侯友宜还不如继续干有实权的新北市长, 他甚至直指2024年, 侯友宜代表国民党出现的概率在90%以上, 最后就要看侯友宜的意愿和意志了。 2019年的挺猪人士, 希望跳过原有的蓝银的初选游戏规则, 早早确定朱立伦的参选总统身份, 结果让蓝银乌烟瘴气, 元气大伤。 现在距离2024年还有三年多, 就要卡猴挺猪, 自己抢轿子坐, 难道不是疯了吗? 灯塔研究院联合独谋发布了 《2020中国电影市场用户报告》, 对2020年的市场表现和用户进行了分析, 并且以春节岛为样本, 将研究视角投向中国电影市场的未来。 阿里影业灯塔整合营销平台总经理袁轩分享 多元内容的供给恢复, 营销方式的迭代核心, 以及多元宣发策略的实施, 将带动观众全面回归影院, 推动中国电影重摊高峰。 线下娱乐受重创的一年, 中国电影票房市场将以怎样的成绩收官, 灯塔报告做出的预测, 全年票房将达200亿元, 约为去年的30%。 由于疫情得到有效的控制, 中国电影市场在7月20日重启, 开业影城和上映芯片数量逐渐上升, 票房市场在10月份超越北美, 成为全球第一票仓。 从复工首页数据来看, 最先回到影院的是资深观影用户, 灯塔报告显示, 从复工首页数据来看, 最先回到影院的是资深电影用户, 灯塔报告显示, 复工后的观影用户中, 对于战争、犯罪和文艺片的回归率最高, 而随着拆弹专家2, 新神榜《哪吒成声》和外太空的莫扎特等一系列新片上映, 港片、动画和科幻的大片影迷也将回归影院。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播报,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